謝謝主席,我們請下主委 請潘主委 主委你好 昨天所有大高雄的所有的公會 他們有組成的就是高雄市捍衛勞保權益大聯盟 這您知道 然後大聯盟昨天已經有正式的說帖 交給本席 那因為我們是高雄市目前唯一的衛航文會的委員 所以他們正式向我們去做這樣的一個 陳情也好訴求也好 那這個部分裡面我想把他們的意見也就轉直讓您了解 因為你們開了這麼多場的這個座談會 那說實在的就是當然我們認知不太一樣 包括您剛剛跟陳潔如委員講 各種不同意見 對,你們有提到你們不同意見 但是就是說你知道我們唯一一場有公開的那一次是副主委參加 哇,蠻激烈的 這個您知道 我前面有一場最早是我自己去 是 那所以可見就是說大家的意見很不一樣 所以我在這邊一定要再歷網狂瀾一下 親指教 對,首先就是他們也會認為很不服氣的有幾個地方 第一個 再來就是國民黨也是馬政府執政 是民國九十七年嘛 那一次才剛剛通過的這樣的一個老保年輕制度實施到現在也不過四年的時間 在那個時候的新聞他們都整理出來 他們就是說當時的國民黨的版本 也就是現在的版本呢 說可以撐十九年 結果才推行不告四年的時間 現在告訴我們會破產 所以呢這同樣一個政府 當然主委不太一樣 主委不太一樣 但是都是同樣一個政府 結果呢他們認為在當時的社算認為可以撐十九年 現在的社算告訴我們說要破產 其實是一樣的時間 都是一百一十六年 對 然後呢 現在還是一百一十六年 對 那他們就認為說才剛剛推行四年的時間 現在又要重新再做改革 而是每次要拿勞工開刀 他們就認為第一個很不服氣 第二個呢 他們認為說啊 當時的通過的這個附帶決議 立法院會附帶決議是必須行政院要有老保年輕制度實施前 清算老保潛藏債務總額 並且自九十八年幾分十年平均編內預算 撥補 好那這樣的一個情況也都還沒有 去把這樣的一個撥補齁去進行完成 結果現在又要把他所有的責任 就是轉嫁給勞工做處理 所以他們主張應該要把九十八年年經開判前的虧損 全部補齊之後 再來計算費率 你們看法怎麼樣 我跟委員報告齁 第一點就是說您剛剛提到說那個破產的時機 其實在四年前跟現在是一樣 就是在計算都是一百一十六年 是一樣的時間 所以這個並沒有什麼改變 但為什麼四年前你們有定向的一個 我跟委員報告 如果不是因為去年媒體談到這樣的問題 然後變成全這個我們全國的民眾 還有媒體大家都在討論這個議題的話 其實那本來就不是我們現在要立即去處理的問題 因為有個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不處理它也是一樣是一百一十六年 如果現在都不處理的話 就是按照現在這個制度走下去就是一百一十六年的問題 但是就是說因為去年大家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認為說 好那如果大家都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議題 必須要處理 而且現在又牽涉到包含軍工廠那一塊都要去處理的話 那我們就乾脆還是把它做 因為你既然已經知道了 當然還是要比較負責任的去 希望把這個民眾制度能夠往後拉 大概是這樣一個動機在這地方 這第一點跟委員報告 第二點您提到的就是說 那個撥補這樣的一個問題 的確有很多也提到就是當年的時候 的確是在立法院有這樣一個意見 就是希望能夠把那個潛藏的負債能夠分十年撥補 我們也是每年都召集主席 我知道我們老闆會同仁告訴我 他每年都有去找債人來 但他們都不願意來接受這件事情 這是事實齁 那我覺得這次最大好處就是說 至少說 藉著去年這件事情提出來之後 包含委員都有很多的指教 我們現在就把政府撥補計畫 就直接立法進去了 就說你這樣的話 就沒有說只是一個決議的這樣的形態 而是一個真正的法令裡面 要求你政府每年就一定要撥補就對了 而且最後政府要撥完最後支付責任 我覺得這次比較更有強力的 就是說這次改革裡面把這放進去 就能夠把過去可能 大家認為說長期的一些潛藏負債部分 能夠逐漸逐漸的去把它做填補 但是我也特別要講的就是說 因為潛藏負債這個概念當然很清楚說 它其實不是在社會保險馬上就會發生的事情 我們現在比較在乎的是說那個流量 每年那個你預期可能要退休的人 跟你預期可能進來的錢 這個部分能夠比較盡量把它做到平衡 所以這次改革目標就是先把這個處理完 然後把那個每年的撥補的計畫能夠做 譬如說200億300億400億 主要是財務找就把它編進去 慢慢慢慢把它填補 讓這個財務能夠繼續往前走 然後另外我們的效益如果提升的話 也可以把這個基金的財務把它變好 所以說不定過了幾年之後 我們就不需要再往上調費率都有可能會發生 主要是這樣子的 好 我給很完整的時間讓你說明我知道了 但是我只是想要讓你了解說 這個我們這樣一個很溫和的把它意見轉達 這可能是一個叫做 一個叫什麼 這個很好的很好的 一個嚴重衝突前的寧靜 沒有關係啦 你要知道就是說 他們的下一步動作就是六月份 可能就是要拜會各個黨團 然後接下來可能系列的抗爭 但是我想 但是我沒關係就是說 你也把你的意見充分表達 但是我也要把你的意見充分在這邊去表達 就是說 你以上所提的那些部分在我來看 就是先前的承諾沒有做到位 使得他們認為現在的責任 因為媒體的這樣一個效應 或社會的這樣一個氣氛 他們要得到完全的轉嫁 這樣的一個情緒你一定要去做了解 這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說呢 好 即便要論改革來講的話 他們會認為說 整個軍公教的整個公務人員退休 扶續法 從一開始行政院所提出的版本 到我們整個軍公教的相關的 這個也類似像 勞保大聯盟這樣的團體 在積極的抗爭後 做了很大幅度的修正 而我們他們所看到的是 30幾場的 勞委會所辦的這樣的一個 公聽會也好 座談會也罷 卻沒有辦法換來 我們勞委會任何的調整 所以他們就會認為說 真的大小和差很多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們提了其中一個點 很具體的一個點 他說你看 雖然看起來好像都把它從 平均五年調到十二年對不對 看起來好像兩邊都是十二年 是平等的 沒有不一樣不一樣 但是問題是 他們認為說 他們軍公教的這十二年裡面 他的這個 沒有軍公教是十年起跳 然後拉到十五年 現在的整個是 沒有沒有 軍公教是十年起跳 他直接從十年開始 我們是從六五年拉慢慢拉 拉到十二年 他是一下子就從 一下跳到十年 對 沒有關係 現在就是說 都是把它提高這樣的一個 平均年限對不對 但問題是齁 他們的這樣的一個提高年限裡面 他的興奉 包括本奉 還有專業家籍的這些 平均數 而且投保薪資一上限 這一點沒有改變嘛 但是問題是 就是在我們的這個部分 剛才一直在講的這個 這個 屋頂的部分 卻一直不願意打開 把它說是一個下個階段的 這樣一個討論範圍 這個部分是嚴重造成了 階層的 不同行業別的 不平等跟不公平 這樣的一個相對不同的 因為這邊其實是 兩個不同的類比的問題 因為軍公教那個是 退休金 退府的那一塊 勞工這塊是屬於 勞保這塊 他本來就是不同的制度的 設計在那個地方 所以我們在這邊 其實只是在 勞保這個部分 純粹做勞保本身 希望把他制度能夠 財務能夠健全化 做的一些輕微的調整 那軍公教那塊 的確是他過去真的是 太優厚了 所以他本來就應該 大幅度的改革 那現在雖然多講說 因為有反應之後把它做 但是其實還是很大的 幅度的改革 這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像在 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在考慮這個問題 那是考試院提出來的版本 那個改革幅度是 現在 軍公教的這樣的一個改革 跟勞工的改革 在整個社會上 包括現在行政委 多次的宣稱 是把它放在 同一個天秤在比較的 所以我就認為說 同時間 改革軍公教 也同時間要改革勞保 對 但是改革事情 是不一樣的 但問題是喔 這現在就很嚴重就是說 講到軍公教的部分 只要有抗爭 它可以有彈性處理 而但是講到勞保的部分 包括剛剛很多委員 我甚至看到前面幾位 國民黨籍的委員 在黨團大會的時候 大家有提出很多不平之鳴啊 這並不是只有在野黨的看法 這每一位只要是 有勞工朋友的聲音 直接傳達到 這個國會議員的身上 都會有這樣同樣的聲音 可是現在我們看起來 政府好像是 不管是屋頂也不願意調整 年限也不願意調整 各方面都不願意調整 就是叫大家接受這議案 沒有 我們年限是有調整的 原來從15年下降到12年 不過那個屋頂的部分 我也說過 基本上你如果整個改革的目標 是希望財務結構 能夠做一個穩定的調整 讓它持續往後走的話 那這個時機點 其實並不是很適當 而且它牽涉到 可能還有其他的問題在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 能夠在稍後的時間 再來一起處理 會比較恰當一點 並不是說不調 是以後可以再調的 對 但是問題是齁 你要知道 就是因為您說的 去年的這樣的一個社會氣氛 才使得本來 還剛開辦四年的勞保年金 現在又要重新再做調整嘛 那也就是說這個是 你們講的名氣可用 可是也是造成社會上 很多要被改革者的 一個很大的惶恐 那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沒有一次性的 把整個配套措施都做討論 這一次在討論完 怎麼可能還會有機會 再討論到所謂的 上限跟那個樓地 那個天花板打開的問題呢 各位跟我有報告 因為天花板打開 本來就不牽涉到法令本身 它本來就是行政命令 這個處理的東西 過去我們其實大概也都是 大概七八年 大概十年之內 本來就會往上頂 因為現在基本工資 每年都會調整嘛 它會往上頂上去 它本來在往上走的時候 那個部分等來就會往上調 只是說在這個階段 我們牽涉到的問題是說 如果我們都很清楚 財務結構出了問題 而不先把這個處理好之後 我們現在先去處理好 就會造成這個財務結構 本來你想要改革的目標 就因此會受到嚴重的影響 那我覺得這是滑不來的事情 不是說我們整個配套在思考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都已經思考過了 否則的話我們為什麼不說 最容易討好的就是把它打開 然後大家都可以領多一點 可是事實上這樣的情況 對整個老保的財務結構更不公平 就對下面在繳保費的人 會更困難 所以這個地方就要 對這就是這次改革裡面 我們認為最大的盲點所在 可能馬總統他想要推動的是一個 所謂的歷史的定位的改革 可是他卻沒有想到的是說 同樣的一個馬英九總統 同樣的一個馬政府 四年前所做的評估 跟現在的評估完全不一樣 只是因為可能社會氣氛的改變 而這樣的一個真正要迎濟可用的時候 你不做配套一起處理 就如同你剛剛講的很白 就是說你現在要改革 結果你把那個上限不做調整 讓那個財務看起來漂亮一點 可以撐久一點 可是好啦你這樣通過了以後 他也不是漂亮一點 他基本上讓下一代勞工 他也可以享受到 老保年金的這樣一個好處嘛 那如果談到四年前那個改革來講 其實是應該是說 現在的政府剛剛上任 沒多久的時候所進行的 那個時候是七月間 五月二十號標接之後 其實那個改革原來在 民進黨政府時代的時候 就已經準備要做的 而且那個時候的 年金的那個所得電壓力更低 其實當時就已經在歸 那不是光只是哪一個政府 是所有的政府一起在努力做 是幫大家都在做的 對啊 就是大家有個共識 大家都在做 大家有個共識了 所以才要臨時性又做調整 大家就不服氣啊 這是為什麼說 所以我最後提醒啦 就是說過去 因為發生的問題必須要處理 過去我們的整個改革 如同您講的政府一體這樣延續下來 過去的八年 民進黨執政八年 也曾經有調整過 那樣的一個樓地板也打開過 一千九百塊嘛 都有啊以前 對 所以我真的是 鄭重的提醒啦 這可能是 實在是把這樣的訴求 透過我們議事殿堂跟您去做 分享啦 謝謝 但是我真的要提醒說 整個在公會系統 經過你們的共通之後 大家是沒有共識的 所以 整個在 起碼在高雄 以勞工為主的城市裡面 這些公會 已經整個集結完成 大家基本上 對於 目前送建的政院版 是拒絕接受 那所以 我們身為民意所付託喔 我們也會認為說 我們必須要審慎討論 如果要強度觀山的話 我覺得 那所付出的社會代價 恐怕會太大 這是給您的一個提議 謝謝 謝謝 謝謝